美国卫生部长代表川普总统访问台湾 将会见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外交部和公共卫生部门 而在去年双十国庆前夕 美国助理国务卿表示是代表川普和蓬佩奥 来台湾启动太平洋对话 中华民国前驻法国大使吕庆龙受访 解读代表川普的意涵 8月份美国卫生部长代表总统川普 以及欧洲捷克国会议长陆续将访问台湾 中共大反台 中华民国前驻法国大使吕庆龙表示 遵求兴起新现象 台湾的实力与价值被国际看见 全球化的新变局翻转世代 它代表川普的话 那背后的意义是非常的清楚 国际外交事务上 我们走出一条独特无二的道路出来 我的存在是事实 如果我不存在的话 那你中共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打我 那你打谁呢 你头脑有问题吗 我的存在绝对是国际社会的优质 合作伙伴 美方卫生部长代表川普 还将拜会中华民国总统与外交部 经济学家吴嘉隆认为 台海两岸的差异 在疫情中更加明显 台湾正在国际崛起 吴嘉隆认为中共阻挠台湾参加WHO世卫组织 美方此行也是在为筹组另一个不受中共干预的国际卫生组织而铺路 体现蓬佩奥7月23日喊话 筹组民主国家同盟的精神 欧洲国家都在看 为什么今天台湾说明了一样事实 民主自由就是民主价值可以在华人社会里面生根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不愿意看到国际社会对台湾有更多的认知 更多的交往 川普政府任内 美国政坛持续有声音要求检讨一中政策 解除与台湾互动不必要限制 美国国会行政部门都有具体行动 吕金龙大使说欧洲都在看 新唐亚太电视黄亮剑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